大家好, 自从我们香港这一边, 包括小弟, 有不同的Youtuber 介绍过连堂这一边的街市, 即是连堂综合市场 是一个室内的街市, 即是有盖那些 介绍了之后, 部分的档口往都很紧要 对上有一次我在隔的时候, 因为一些工作的需要, 我过了连堂这一边 本来想着买牛丸的, 但我看到当天的情况非常夸张 很多人在等着, 等着他先制的牛丸 甚至乎有人在牛丸档的面前打卡等等 后来我也发觉这个连堂综合市场 本来一些之前没有人租的档口, 都已经有新的商户进驻了 包括可能是牛杂等等 所以我觉得这个连堂综合市场, 经过我们不同的Youtuber介绍了之后 现时成为分分钟是深圳最多港人, 最热门去行的一个财市场 未来不知道会不会部分的档口会被加租呢 因为真的旺得很紧要, 变了好像一个观光街市 那今集就给大家看看, 在假日的时候, 如果你过来这个连堂综合市场 现时里面部分档口, 有人排队, 有人等职制的一些食品的情况到底是怎样 若然你未来过这个连堂综合市场的, 我建议你都可以来一来 不过就选回行日吧 若然你已经来过好几次了, 觉得现时很多东西又要排队 甚至乎有些东西已经加了价的 那我建议你, 其实都可以在深圳这一边, 再找一些值得去行的赛市场 未来我们都会尝试发掘更多不同的, 吸引的赛市场给大家 那我们现在先带大家去看看, 假日的时候这个连堂综合市场的情况是怎样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自家兄弟频道的话 我们是一条介绍关于湾区生活或者旅游的频道, 包括楼宇, 食河, 玩乐等等 假日看完都觉得内容是不错的, 欢迎你点赞或者订阅我们 又或者转发给你身边同样对这对资讯感兴趣的朋友 这里是深肇肉赛市场, 今次可以在这里进口 这里就直接去到牛鱼那一档 这里或者我都简单用的地图, 告诉大家如何过来这个连堂综合市场 又或者叫深肇肉赛市场, 大家可以看看地图 鲜湖路站B1出口出来, 向着东面, 经过郭威路 大概走8分钟左右就能够来到连堂综合市场 这个是我现在买回市场 可能鱼桥是 大家就赶紧你坐下,ары然后再晚,告一lo 牛鱼再 escuch感! 超急搞 responding! Teddy 她 graph咸乐 这你还在吃烖心吃烖心吃烖心吃烕心吃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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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烖心, 请 кому产充 ис 是不是很忙啊? 很多人介绍你 人家做地道菜,吃了它就知道 我这里是做地道菜 没有伸出路牛丸? 卖光了 冬天的 冬天的 不是不喜欢,我吃了 不吃,吃了 冬天的东西 不美味 这个新鲜出路牛丸 没有新鲜出路牛丸? 牛丸呢? 挖坝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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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回牛丸 吃回牛丸 所以辣蝦丑的食材是我最强的 滴色的食材 超級不激烈 有很多人吃的食材 還可以吃牛肉 今天星期六會預期望 排隊等著的客人就是等著牛丸和蜜丸 其實剛才進來的時候聽到有位太太說要買三斤 似乎這裡都真的很受歡迎 來來來一試吃可以試吃 沒買過可以試吃 三斤就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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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 少少留 三斤就不能試吃 可以試吃 這個可以試吃 不要拍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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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嗯嗯嗯 靚靚老闆娘 我對上一月份過來的時候 她已經有說 就說不要拍我 我說我太漂亮了 當然是開玩笑的口吻 但她真的不想出鏡 所以我也不會拍她 看到這個現象 其實我覺得挺有趣的 桌面上有些東西是賣得 但每個人都等著牛丸出路 好 好 我知道牛肉是新鮮 但牛肉還是做正式來牛肉 嗯 本來想買少少牛丸 剛好你現在暫時沒有 牛丸蜜丸 你現在做的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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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你現在做的是什麼 海魚餅 海魚餅 海魚餅就是這個 海魚餅 好 小丁魚和馬交魚餅 繩出來 OK 合一 黃金以禮 魚是我拼一下 魚我老交貴來 大家可以看看這條隊 剛才有客人說想買三斤 但按老闆意思 應該不能給到有三斤 我想都是每人一斤左右 我現在都 這一刻都沒有牛肉那些賣 反而有牛四寶 六十五元一斤 其實這些就 看上去不是最新做出來 但應該是OK的 而在我觀察過程中 其實我見真的有客人 等待的途中在打卡 證明自己來過 似乎這間黃牛肉的店鋪 已經變成了一個打卡店 感謝會共炒香氣黃牛肉店 歡迎下次光明明 在這裡拍一下價錢給大家看看 其實大概在一兩個禮拜前 我記得有觀眾在我之前 介紹這個影片裡面 說牛圓的店鋪已經加了價貴了 由於這條影片在三月份拍攝 如果四月份有觀眾來過這一個街市 看過這一個牛圓店 或者叫黃牛肉店 知道價錢真的有加了 等等都可以留言 我講 其後我也放棄了 不會等了 因為實在太多人等 而且真的我排隊的話 都不知道輪不輪到我買到一斤 那我不如走一過來 反正我的時間不一定會 隔一過來買東西 不過我就把焦點放在另一個檔口 我就想看它有沒有一些 可能漂亮的五指毛桃 還有另外一件我近期很喜歡吃 我之前也提過了 就是紅薯粉 因為紅薯粉有分很多類別的 所以這裡我也看到一些 又新的一閘閘的紅薯粉 我有興趣的 所以就問回老闆 這是紅薯粉嗎 對 怎麼算 100元一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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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邊 我們這邊 要兩塊都可以 可以 要多少都可以 要兩塊 謝謝你 兩塊 兩塊 兩個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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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好好 試一試 好吃 再去買 經常都過來 可以告訴大家 這隻紅薯粉 都挺好吃的 另外我想說 就是 之前看過一些 北方人來到 南方地區街市 拍的一些抖音 原來北方那邊 未必讓你買這麼少的 是南方街市 可以讓你 少少地 都買到的 這個現象 對於北方人來說 這件事是比較驚奇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如果去過北方街市的人 可以說一說 是不是買不到這麼少的 豆腐製品 在哪裏 我吃一口 我吃一口 你也不玩了 我要搞好我在市場買點魚 買山路那種 這裏沒有標價,我自己問他 又到了這裏很便宜的燒肉檔 會否很早已經沒有燒肉呢? 似乎也是,燒肉已經清光了 如果不知道有多便宜的人,這裏正常價是25元 如果再特價就20元 不過今天應該不會特價,因為這裏是假日 4點去到已經賣清光了 這裏是燒肉檔式牛渣 這裏要吃個小 不然太多人了 這裏是燒肉檔 這裏的燒肉? 燒肉檔 其實相當聰明的 因為這些都是港人會很樂意買 或者帶回香港的食物來的 所以他開這個牛雜檔 我相信閒一來講都會挺受歡迎 不過當日我就沒有特別去問價錢了 反而在另外一些街市 即是附近的露天街市我有問過 那邊好像買了75元還有一斤 到底算什麼價錢合理等等 大家可以留言說說 因為我沒有問到這一檔的價錢 但是如果下次再去 我會選閒一 我會即場試 亦都會給大家一個意見 等少些人再去試 有太多人 現場聽到一些對話 就說本身想買那間 最有名最多人排隊的那間牛縣 但是這次來到就有太多人了 所以他就試一下現在眼前這一檔 看來這個街市呢 之後都會再迎來一些新的變化 我自己的變化就是可能將來會有部分的檔口不做 換了一些就是適合香港人去購買 適合香港人去帶香港的檔口 我不知道四月份已經有沒有出現這個變化 大家如果最近有過去的 有些什麼檔口不同了可以說說 一條是多少錢呢 一條呢 一條呢 一條12元 這個是豬肉來的 試一條 這不是潮州的東西嗎 是 十二元一半 好啊 你看一條是什麼 試一條先 我...我... 周圍試的 我是 上次我的拍檔是買過一次的 他說OK 不過這個街市裡面 都不是檔檔那麼好生意的 就是現在畫面 由手邊那邊 其實之前有一檔是賣雞的 但是呢 我目測啦 就算是假都好 沒有人排隊的 也都不算特別好生意 之前有人留言 就說買過一般的 不知道有沒有人買過 都有一些評價可以給大家 呃...多少啊 十二元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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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麻煩 謝謝 這個豬肉條呢 後來買了回去 太太就再炒一炒吃 他就說好吃的 阿隻也很喜歡吃的 那如果大家都對這類潮州食品有興趣 其實這檔呢 我都覺得可以推介一下 不用整天排著某個檔 我還不是說 只有幾個嗎 十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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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剩下這幾塊? 那裡還有 哪裡還有? 哦,這裡 你是一塊塊雞嗎? 是,一塊兩碗雞 六個 雞呢?雞幾千隻? 75一隻 這些好吃 好,有雞味 正宗 挺香的,不過我今天太多東西了 太多東西了 下次買吧 直接吃完 好嗎? 不要緊,行了,OK 試一試先 可以告訴大家 我自己是買了回去之後 大概一兩天左右就吃完 自己一個粥粥就很好吃 不過我跟大家說 雞腎這東西我家人就不吃 這些東西是很個人的選擇 有些人真的完全不吃雞腎 但我自己就挺喜歡 特別這些都叫做 先制的雞腎 而且底的時候是最好吃的 所以如果你問我 我都會推介這檔雞腎 當然啦 其實我覺得有時候 如果你走過這個 連唐中和市場的街市 太多人 我建議你去旁邊 聚保路那個街市 露天的 其實那裡都很多東西 走很多東西看 但是 都是不一定 蕩蕩蕩都很好吃 我上次買過壽司雞 真的好一般的 家人都是說一般的 所以我們這些 還有拍片 試過之後不一定是推介的 有時候是變了師伏 就是幫你去試一試伏 然後建議你可以考慮下一檔 也都建議大家可以看多幾個人的片 哪些是真心推介的那些 大家才再去考慮和決定 反正今集關於這個 我在假日 過到來這個聯唐中和市場的情況 大致就是這樣 那對於今集內容的什麼意見發表 歡迎留言講講 未來也都希望發掘更多 值得閒的街市 和值得推介的檔口 最後如果長者們 平日是可以過到來的 其實就不要選星期六日 除非你說真的 子女陪伴你 他們放假的 就回 否則平日過來 肯定是行得舒服很多的 今集內容來到這裡 我是自家兄弟阿湯 下條影片再見 趁著這個開關的日子 你又會不會上灣區這一邊看靚樓呢 自家兄弟提供VIP看樓安排 你想到想在哪裡看樓和買樓 想自家兄弟幫你研究 一樣可以找我們 還會跟你分析樓盤優缺點 看看是否適合你的需要 跟自家兄弟在灣區置業 還有無償售後服務跟到尾 快點來我們展銷廳了解一下 追求美好生活 灣區首選自家兄弟 如果還未訂閱我們自家兄弟頻道 可以現在訂閱和按旁邊的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任何的影片了 下條影片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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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